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将半径值提高 分段数提高 这样的一个始末锡的基本制作单元就完成了 按住sift键 向下拉 点击确定 这样的是一个快速的复制方法 按住sift键 松开鼠标之后 设置副本数 点击确定 可以快速制作出来一排什么锡结构 按住sift键 继续拖动 并且调整它的位置 继续选择 复制 nf10键 将渲染器改为sift键 渲染器 渲染环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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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环境贴图当中 加载一张位图 按M键 按M键 打开材质编辑器 获取一个渲染器的标准材质球 更改它的颜色 更改它的反射值 OK 那整体就制作完成 按sift键 加F键 对它进行简单的渲染 图片的尺寸目前是640-480 可以按F10键修改它的渲染尺寸 点击渲染 渲染完成后 点击保存 命名文件名称 指定文件格式 点击保存 打开Photoshop 文件 文件 打开 新建一个图层 将图层1拖转至图层0的下方 按add键加delete键 去填充一个背景颜色 选择图层0 调整亮度与对比度 这样一个smallc结构就制作完成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